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88岁的大娘依旧是身体硬朗 偏向于50岁 秘诀不是多运动,而是多吃这道菜 李大娘今年已经88岁了 身体很好 但60岁的儿子最近患上滑膜炎 膝盖肿胀 于是李大娘陪着儿子去医院做了检查 医生顺便给大娘做了一套检查 重点是她的关节检查结果出来之后 医生大吃一惊 大娘的关节只有50多岁 比60岁的儿子还要年轻更加的健康 大娘特别的骄傲 连儿子也忍不住羡慕了 医生问她是怎么做到的 大娘说不是运动,也不是多吃保养品 而是多吃这道菜 今天就把这个养生保健的菜分享给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来准备三颗鸡蛋 把鸡蛋打入碗中 我用的鸡蛋比较大,所以用的少 如果鸡蛋比较小的,可以用四个 加入一点料酒,用筷子搅拌搅拌 我们把鸡蛋打散 加入料酒,一是可以去腥 二是可以使鸡蛋吃起来更加的鲜嫩 打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多打一会儿 打至蛋液比较细腻顺滑 做什么都好吃,也不会老 鸡蛋中贩特别丰富的蛋白质 营养物质 钙铁磷 是我们生活中特别滋补的营养佳品 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补充两个鸡蛋 经常多吃鸡蛋能够补充维生素 蛋白质、钙质 打好的鸡蛋放在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颗西红柿 把西红柿的外皮搓洗干净 多洗一洗,搓一搓 西红柿中饭特别丰富的膳食纤维 维生素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 是非常好的水果 而且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吃 因为西红柿不含糖 洗好的西红柿我们用刮刀刮去外皮 如果不削皮的话 会影响整个菜的口感 削过皮的西红柿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然后再用刀从中间切一个小口出来 再把西红柿的汁水滴到碗里面 尽量挤得干净一些 方便下一步操作 这个汁水不要扔了 直接喝也特别好喝 然后再改刀 把西红柿切成小块就可以了 西红柿切得越小越好 更能激发出西红柿的香味 切好之后放在一旁备用 再准备几根小葱 将它切成葱花 葱白和葱叶都需要 两种的口感不一样 综合一起会更好吃 葱花可以多拿一些 出锅味道会特别的香 非常好吃 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接着准备一张紫菜 搬成小半放入碗中 然后加入温水浸泡一会儿 把紫菜泡开 平时泡紫菜的时候 一定不要用热水 热水泡一样价值会流失 口感也不是很好 用温水泡就可以 温水泡也比较快 三分钟就泡好了 泡好之后抓捏抓捏 洗一洗 把紫菜洗干净 紫菜饭特别丰富的蛋白质 钙铁 钙含量特别的高 还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平时的时候 我们要多吃一些紫菜 特别是老人 小朋友 一定要多吃紫菜 洗好的紫菜 用手抓捏抓捏 把里面的水分挤干 然后放在案板上 切成小块就可以了 切得越小越好 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接下来我们把准备好的紫菜 西红柿 葱花 鸡蛋液倒入碗中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调味 别的食材不用放 这样吃起来特别的好吃 用筷子搅拌搅拌 多搅拌一会儿 搅拌至所有食材混合均匀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浅见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现在起锅烧油 锅热来一点油 不要太多 油温六七省热 把准备好的蛋液倒入锅中 倒入锅中的时候 不要翻动 先烙上两分钟 使鸡蛋定型 定型之后 再用铲子翻拌均匀 这样受热会更加的均匀 全部定型之后 翻拌成小块就可以了 大小适中 这样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 烙的时间不要太长 只要熟了就可以 烙的时间短一点 特别的嫩 营养更加的均衡 非常好吃 炒好之后 就可以关火了 盛入到小碗里面 我们用勺子按压紧实 这样显得会更好看 按压好之后 准备一个盘子倒扣过来 然后再把碗拿开 哇 真的是太漂亮了 真的是既有颜值 又营养又美味 一道特别好吃的养生菜 就做好了 它的味道闻起来比较香 吃起来更加的香 更加的嫩 特别的好吃 看着就比较有食欲 还有西红柿 紫菜 鸡蛋 营养开胃 又下饭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西红柿 紫菜 鸡蛋 营养比较丰富 特别是钙质 非常的充足 平时我们要多吃一些 特别是老人 小孩 一定要多吃这道菜 既补铁又补钙 又补充维生素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可以多吃一吃 能够很好地预防骨质疏松 预防滑膜炎的发生 对身体好处真的是特别的多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收藏起来吧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看看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